大家好 我是钱子 T台震惊化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快按右下角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锁定T台震惊化 我们一起追正下 好 时代力量的黄国昌 4号才开记者会 再咬李嘉芬的父亲 杀石场疑似 回填了废弃物 还PO出了空拍 空拍照图 还唱韩国瑜说 请问当年 你到底回填了什么 而国产署呢 又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很快很快的 今天就发了公文 说要去查清楚 而我们线上呢 现在有李明哲 也就是韩国瑜的小舅子 在我们线上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案子 从时代力量 黄国昌所谓踢爆 杀石场这件事情 紧咬到现在 已经超过好几个礼拜了 今天最新的发展是 这个国产署发文了 说要去把这个地方开挖 看看里头回填了什么 你在现场吗 议员 是 你好 请说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国产署 只称要开挖的土地 那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说 从我们经营杀石场以来 没有任何盗财的行为 再来 曾经媒体提说 我的父亲 当场打死人 但是事实上 这个村长 他是在任内 两任 安安全全的卸任之后 经过了十年 他才因为中风而过世 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因为听到 这个媒体这样 媒体政治怎么这样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是不是国家机器追杀 这个县地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土地 后面有长这么高的树 已经都十几年了 现场你所看到的这些堆 现在所看到的这些树 都十几年了 我们离开这个沙沙石的经营 也20年了 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 要来做这些动作 民进党的选情告急了吗 民进党选情真的危急到这么程度 每天只能抓着这些臭泥巴 来讲话 现场你所看到的这些 现况这块土地有西罗政公所 都是两任前后任的民进党政长 他们在这边清除 输菌的这些淤泥或者是杂物 都堆在这里 你难道所有我们不在这边 所发生的事情都要灌到 我们姓李的这个头上来吗 事实上有这样子的道理 所以议员国参署 今天是已经去开挖了 是不是有挖到什么吗 灰天雾有看到是什么吗 他们我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要 什么时候要来 要来做什么 公文已经出来了 在报告的时候才知道 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今天国产署 已经卑劣到这种程度吗 他已经完全毫无格调的 配合作为政治的打手 过去101年的时候 你先听我讲 过去101年的时候 这边有发生人家在这边 可能请到有毒废弃物 还是我去跟这个西罗分局 跟潘索跟他们举报 说这边有人可能有烂道的问题 那当时的西罗分局也来处理 而且他们也还会了 这个环保环保局来做认定 你今天不分青红照白 我看就很清楚 你要把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灌到姓李的头上来 好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 离开了沙石 所做的事情 唯一只有一件事情 我们就是推动西罗期刊 武术的这个发展 这20年来 我们不断的希望 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机会 在这边 把这个武术在这边召根 甚至2003年 西流大小通车50周年的时候 当时的陈水扁总统 也都来到这里 看这个许多的武术师傅在表演 那现在武术师傅 已经都死掉一大半了 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事情 全部都是在帮这个武术做推展 你所看到的这些东西 都是民进党政府的这个地方 那个工所他们所堆制的 我现在必须声明 你不能把这些问题 都赖到我们头上来 好 谢谢 谢谢议员 谢谢您的时间 谢谢 好 理想议员可能 其实现在心情还是很不好 因为可能是20年前 他的爸爸可能做了 这个相关的事情 那时候可能大家年纪都还小 那这些所谓回田屋 或是他刚才指控的 说明的有一些别的 也许云林的其他的人 放了一些废弃屋在那里 那是不是又要灌照他们家头上 这个是他们提出来的控诉 所谓国家机器 是不是还在继续追杀 韩理家族的杀行 只是因为韩国瑜要选总统吗 不到两周的时间 其实大家知道 公家机关的速度 有时候没有那么快 就是用那种很快的速度 国产署就签发了这样的公文 说要来开挖 不过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连线的状况是 可能还没有开挖 那国产署委托的公司 今天要来进行 先是现场测量 那问题是什么 他们根据的是什么 根据的就是黄国昌委员 他指控的说 当年20年前可能李嘉芬的爸爸 李明哲的爸爸把什么回收的 回田里头的这些土石或土堆 里头到底是什么 他怀疑回田的东西有问题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公文 很快的国有财产署 中区分署云林办事处 就来了这一个函 黄国昌追问韩国瑜说 这些大洞到底回田了什么 并且出示的是这一个空拍图 看起来好像就是说 你们这些有权有势的人 或者是因为选举的话 牵扯出来这些东西 效率 国家机器 或是我们所谓的政府单位 动作很快 效率很高 韩兵哥 我也想问一下黄国昌老师 李岳父当年盖了工业住宅里头 里头钢筋是什么材质 你知道吗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怎么会去问韩国瑜这件事情 当年他岳父在弄这个时候 干韩国瑜什么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黄国昌 是摆明了在选举操作 国产署也跟着起哄 我们什么时候看到国产署 速度这么快过 不到两个礼拜马上要进行测量 那今天现在进行测量 可能还不会开挖 因为他现在要把那个地的范围 测出来之后才能够开挖 因为你可能会侵犯到别的地域范围之内 但我必须讲 其实政府平常动作慢到什么地步 你知道最近有一个网路很有名的 一段影片 就是有一个柑橘农 他在那边真的是很难过 为什么 他在非常抱怨 在大骂 因为政府 他跟政府讲说 我的柑橘成熟了 我要找人收成 可是没有人没有供 农委会跟他讲说 放心 我们会给你人给你供 结果他等了两个月 他的局势全部烂光 都掉到地上 还是人没来 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农委会告诉我们的农民说 他可以开放印尼的青年来当故宫 结果你知道是怎么开放的吗 整个台南五个人 你五个人是打算要干什么 你开放这个东西到底干嘛 政府做其他的事情都拖拖拉拉 慢慢吞吞 什么事情叫一步拖三步的 国产署速度这么快 这个不是政治操作 谁会相信 这摆明就是选择要去弄一波 因为我必须讲 你经过这块地 已经闲置在那边十九二十年了 你说有没有人会偷偷去倒一些东西 有没有人去弄什么东西 谁知道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反正只要挖出来 只要有一点点不是土方的东西 大家就开始吵 就开始去扯 然后一路扯到选举投票那一天 这就达成他们目的 至于事后怎么样 谁管他 谁会去注意这些 因为台湾人就是这样子 全部都很健忘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明白的一个选举操作 可是你知道 因为对时代力量有利 对民进党觉得有利 所以他们两个配合起来一起操作 王国昌负责爆料 国产署负责执行 不就是这样子吗 国产署现在归谁管 不是归民进党管 所以我讲了什么错 所以这事实上就是一个选举动作 我相信台湾人不是被骗大的 这么多年 这么样类似的行动 大家还看不透的话 那我真的没办法 李经委员 是这个国家机器又出动了吗 韩兵 我不好意思 我一定要稍微让你了解一下 因为你讲到台南 又讲到柑橘 刚好都是我的选区 刚好都是我 我们东山的干馬牛顶 碰干牛顶是最有名的 然后连到嘉義一点点去 今年的柑橘没有办法大丰收 因为在气候变清的关系 我们还给予补助 因为没有结果 就没有结果 所以今年的柑橘价格会不错 因为产量超少 而且因为产量超少 我们予予补助 但是農業缺工是真的 農業缺工我們也一直要求 希望能夠開放 農委會一直幫農民講話 但是堅持還在那裡 拉扯不肯的是 勞動部 我們要老實講 他不願意再開放 沒有 就這個是兩個部會 他不願意再開放新的外勞 是執政黨要負責 這是跨部會要去協調 所以你說有人那個網路 你可能要去查是哪一年 我認為 今年的 我認為今年說柑橘缺工 也缺到說他放到讓他爛 那個我認為他是 他是真的是比較有一點故意 不過這是兩件事 除了這個以外 另外剛才這個寒冰講的 時代力量跟民進黨 其實在立法院裡面 是不太一致的 我們真的是兩個不一樣的政黨 你不能說時代力量 加民進黨在怎麼做 但是國產署為什麼要執行 時代力量黃國昌委員的要求 是因為黃國昌他是委員 而且他是財政委員 國民黨一堆委員要求 從來沒看他指責過 對 這個就是 這個有差勞 你沒有被積極 你有沒有積極的要求 黃國昌比較兇是不是 是這樣的意思嗎 也可能 我要老實講就是這樣 這個真的不是跟選舉無關 時代力量也在選舉 他也要他的政黨票 怎麼跟選舉無關 跟選舉無關也真的是 就名人不說瞎話 就是現在做什麼事 所有的政黨做什麼事 大家都覺得跟政治有關 怎麼會跟政治無關 可是你一樣 人家黃國昌的指控 如果有索本 那他就必須要做 那你如果沒有 挖下去就沒有 你可以緩過來告黃國昌 不是這樣嗎 政治就是這樣 你要指控者付舉證責任 黃國昌他指控了 所以他要證據他就要求 他就逼著國產署要去處理 要去挖 那如果挖沒有了 那你黃國昌要 還人家清白 先挖挖看再說吧